文章来源一眼网 凯特王妃在今年上半年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不再在公开场合露面 当时王氏并未向外界正式宣布 凯特王妃确诊癌症的消息 所以凯特王妃的突然消失 在全球各国的王氏粉丝之间 引起了热议 很多人都在关注 这个英国王氏版本的消失的他事件 实际上凯特王妃是因为患病而住院治疗 从而不再参加王氏活动 所以才很长一段时间 消失在公众视野之中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 凯特王妃正式对外宣布 自己确诊癌症 并且已经积极接受治疗 与病魔对抗 对于凯特王妃确诊癌症这件事情 各路媒体还是十分关注的 相关后续报道也连篇累读 在当地时间10月24日 英媒发表一篇报道 在报道中宣称 凯特王妃在完成了化疗治疗以后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视频 有王氏评论员认为 这段视频向外界传递了隐藏信息 据报道 在完成对癌症的化疗治疗后 凯特王妃发布了一段 前所未有的家庭视频 这段视频标志着 她的癌症化疗治疗结束 同时也成为世界各地媒体的 头条新闻 报道称 这是一段情感丰富 极具个人色彩的视频 在视频中 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 带着他们的三个年幼的孩子 在诺福克乡村玩游戏 共度时光 同时也展示了 他与丈夫的亲密镜头 视频里 凯特与丈夫威廉之间 有一些感人的私人时刻 这比较罕见 凯特王妃与丈夫 在公开场合 一般都保持着 比较端庄的夫妻形象 事实上 在视频中 威廉和凯特 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相爱 因为在这段视频中 有很多他们在一起生活中 亲密温柔的时刻 出现许多凯特王妃 与丈夫拥抱 亲吻和牵手的亲密镜头 据一位王室评论员称 凯特王妃这段 与丈夫动作 亲密的视频 向外界传递了一条隐藏信息 这条隐藏信息就是 关于她的病情恶化 以及和她与未来国王丈夫的婚姻状况 出现破裂的传言 是假新闻和虚假流言 据《每日邮报》专栏作家 王室评论员沙拉 维恩 Sarah Wynne表示 这段视频隐含的信息 是关于威廉和凯特夫妇的 夫妻感情状况 以及凯特的癌症病情治疗情况 她指出 在这里 我们看到一点 爱是以一种既出乎意料 又陌生的方式 在身体上表达的 他们不仅把自己表现成 王室成员 父母 还表现成情侣 这也是对近年来困扰他们的谣言的一种默契 但非常有效的反驳 这些谣言 主要是在社交媒体上散步的 该视频是在诺福克拍摄 威廉与凯特的家庭的乡村别墅 位于诺福克 这段蒙太奇手法拍摄的视频 叠加了凯特王妃的个人特写镜头 以凯特夫妇一家人 在户外散步的场景 随后是凯特开车的镜头 和部分王室成员的个人照片 在视频里凯特王妃开始说 随着夏天的结束 我无法告诉你 终于完成化疗 是多么令人欣慰 过去的九个月 对我们一家人来说 非常艰难 正如你所知 生活可能会在一瞬间发生变化 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 来驾驭惊韬骇浪 和未知的道路 这一次最重要的是 提醒威廉和我反思 并感激生活中 简单而重要的事情 我们中的许多人 经常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简单的爱和被爱 凯特王妃是在今年二月底 开始接受癌症治疗 在今年三月份 她在一段感人的视频中 宣布了自己确诊癌症这一消息 透露 她是在一月份 接受了计划中的腹部手术后 被诊断出患有癌症 当时 人们认为 我的病情不是癌症 她当时说 手术很成功 然而 手术后的检查发现 癌症已经存在 凯特将这一诊断 描述为她和威廉的巨大震惊 他们希望为了我们年轻的家庭 私下处理这件事 她说 你可以想象 这需要时间 为了开始治疗 我需要时间从大手术中恢复过来 但是 最重要的是 我们花了时间 以一种适合他们的方式 向乔治 夏洛特和路易斯解释一切 并向他们保证 我会没事的 显然 凯特王妃之所以罕见的向外界展示 与丈夫动作亲密的视频 就是用这段视频 也含了告诉外界 她与丈夫夫妻感情良好 同时 自己化疗 治疗成功 癌症病情得到有效控制 从视频投放后 人们的反应来看 她的视频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关于她与丈夫感情破裂 以及她病情严重的流言 不攻自破 销声匿迹 我发现了 她的声音 发现了 酷 不停 我发现了 吴打 吴打 与我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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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 我发现了 我发现了 我发现了